各位,這一屆應該使用的是C++ C++你所使用的開發工具 如果你不是使用微軟的開發工具的話 通常你使用的就是GCC 不過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叫LLVM LLVM是Apple的 GCC是耿路的比較歷史、比較悠久 目前其實主流還是GCC 但是LLVM有後來居上的趨勢 GCC是C元的變異器 各位,如果使用的是C++的話 你可能會用到G++ 但是一定有人沒聽過 G++是什麼? GCC又是什麼? 老師,我們都用DevC++ DevC++沒錯 DevC++的背後就是G++ 還有GCC 所以DevC++只是一個介面 他只是把那個介面做出來給你用而已 但是他背後全部都是GNOO的開發工具 你不知道而已 那我要怎麼樣子 不透過DevC++ 我直接去使用GNOO的這些開發工具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怎麼樣直接使用GCC這些開發工具 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好 那你可能沒有聽過 沒關係 我們有沒有聽過 今天講完之後你就聽過 好 欸欸欸不是從這裡 好 GNOO的開發工具 如果你不知道GNOO是誰 那你 你代表你不熟悉開發工具 的社群 那在這個時代 熟悉社群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沒有熟悉這個社群 你就不是這個領域的人 你不是這個領域的人 你就沒有專業 不知道 GNOO怎麼能有專業呢 你必須要知道 我到底 這個領域裡面 哪些主角 他們扮演了什麼角色 他們提供了什麼工具 我可以怎麼樣使用這些東西 提供了什麼樣的資源 我可以怎麼樣使用 你如果現在不知道GCC 不知道Github 不知道 譬如說 你所使用語言的對應的 常用工具的話 那人家不會認為你在那個語言上面的能力是夠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GNOO到底他提供的工具是什麼 通常呢 GNOO和Lanus 各位知道Lanus其實是用GCC開發的 從Lanus一開始就是用GCC開發的 所以早期的Lanus沒有GCC是灌不起來 現在的Lanus已經進展的比較好一點 所以他沒有GCC 他還是有提供套件安裝板 還是可以灌起來 好 那你如果使用GCC的話 通常點C這種副檔名就是C元的程式 點CPP就是C++的程式 點H這種是引用的標頭檔 那也有點HPP 那就是C++裡面的引用標頭檔 不過C++裡引用標頭檔好像也可以用點H 那點A這個是韓式庫 這個是Lanus的慣例 Windows不是這樣 點A的話Lanus是韓式庫 但是Windows是點RIB 動態連結韓式庫 那點I這個是經過聚集展開的C語言程式 點II是經過聚集展開的C++程式 點S是組合語言程式 點大寫S經過組合語言展開 聚集展開之後的組合語言程式 那GNU他提供了主要的工具 其實就是GCC 因為其他的工具 他全部都整合在GCC這個指令底下 那他提供了GCC主義器 叫GAS 那LD這個是連結器 AR這是韓式庫製作的壓縮 壓縮成韓式庫的一個 把目的檔壓縮成韓式庫的一個工具程式 NM這個是一個用來觀察目標檔的一個指令 觀察目標檔最重要的還是這個OBJDump 你可以用OBJDump把目的檔拿出來 看他二經位 解析他二經位的內容 那OBJCopy可以把檔案複製 通常還會再經過一些轉換之後再複製 那Strip可以去除除錯資訊 Strip可以觀察 觀看那個目的檔裡面的次串表 Ltrace可以追蹤函數的呼叫路徑 那這些是我比較會用到的C語言的工具 那C++的工具我少用 所以我現在所講的比較偏C語言 我本身不太寫C++ 我一直都是寫C語言 然後呢 後來寫了Java 寫了C 寫了VB 寫了Fast Pro 寫了JavaScript 所以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寫C++ 大概那個時間應該是在1997到98年之間 所以那已經很久了 那已經快20年前的C++ 跟現在是完全不太一樣 所以我對C++並不是很熟悉 但是對C語言算熟悉的 那GCC這一個工具 它其實是很複雜的一個工具 它的參數非常多 比如說你使用Dash S 你可以要求GCC把一個C語言轉換成組合元 你加上Dash E可以讓GCC把一個C語言轉換之後把聚集展開 但是還是C語言程式 只是G級展開後的C語言程式 那你使用Dash D 那這個就是 就是 定義Debug 或編譯 那這個通常 通常就是你程式裡面會 用一個If Def If DEF Debug 就做什麼事情 那這種叫做條件式展開 在C語言和C++裡面條件式展開都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沒有做過條件式展開 代表你沒有寫過真正可以給人家用的程式 OK 那 加上G 這是 可以加入除錯資訊 讓GDD可以遠端除錯 加上小寫的C 那它可以編譯並主義程式 但是不做連結 現在這個問題來了 連結到底是什麼 你現在可以把一個C檔編譯成一個.O檔 OBJ檔 但是很多個C檔你每次都編譯都變成一個 OBJ檔 那問題來了 那 那這很多OBJ檔 我要 我要怎麼把它變成一個執行檔 通常你直接編譯它就會變成一個執行檔了 可是那是寫小程式的做法 你寫大程式你不可能這樣子做 所以 最後你要把這很多.O檔 再去連結變成一個執行檔 那寫成.O檔的目的就是 目的檔 它就是 最後 最後你不需要再重新編譯 你只要連結進來 就可以使用 所以速度會比較快 那如果用dash i dash i的話 它是指定.h的路徑 引用檔到底放在哪裡 用dash l 就是Library 點A 韓式庫檔放哪裡 用dash的小寫L 就指定韓式庫的名稱 這個lm就是 就是把livem.a引進來 那shared 這是在linux上面使用的 它會產生一個動態連結 然後 這個 FPIC 產生 就是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就是跟位置無關的 那這個現在通常不需要做 W error 就是把警告視為錯誤 一旦有警告就不輸出目的檔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如果你對自己程式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你認為警告也是不容許的 那你就可以加上這個W error 那這樣子的話 只要有警告 就不會產生目的的 OK 這樣就會比較嚴格一點 O0代表不做最佳化 O1代表要做第一級最佳化 O2代表要做第二級最佳化 O3第三級 第三級是最高等級 第一級是比較差的等級 所以越高等級的最佳化 當然花的時間就越久 但是它的程式碼效率通常會越好 程式碼通常也會越短 那dashdr這個比較少用 這是產生rdl中間 那連結器的用法 它可以把一堆目的檔連結完之後變成一個 點A的函式庫檔 點A的執行檔 不是點A 是點 在linux裡面是點O 在Windows裡面是點ES的執行檔 那後面這些dashl 這個就是一樣指定路徑 指定函式庫這些的 跟GCC很像 那甚至它可以做一些奇怪的動作 點dashs 移除除錯符號之類的 然後點T 看那個程式碼段的位置 資料段的位置之類的 我們指定 AR就是把一堆目的檔壓縮成函式庫檔 然後呢 R的話是壓起來 然後TV的話呢 是查看 S的話呢 是取出一個目的檔 再把它解出來 這有點像壓縮程式 但是 基本上AR就是一個壓縮程式 那objdump 就是把目的檔印出來 那這些是 譬如說dashf 就顯示檔頭資訊 dashh 顯示區段表頭 這些 甚至可以反主義 dashd 把目的檔再反主義成組合園 但這個反主義出來的組合園 不會很好看 因為 你把目的檔裡面 已經有一些東西已經不見了 你再把它反主義出來 有一些東西 是沒有辦法完全回覆的 它可能會變成 16進位碼之類的東西 但是大致上 你會比你直接去看機器碼好看多了 另外 objcopy 這個有一些神奇的用途 objcopy這種東西 如果你做嵌入式系統的時候 你會發現objcopy很好用 比如說我要把一張BMP的影像 我把它轉成程式可以直接連結的檔案格式 我怎麼做 那這種東西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你轉成程式可以連結 你就直接用式語言去連結它 你就不用寫一個程式去讀 因為嵌入式系統沒有硬碟 沒辦法讀 那各位會覺得 那我幹嘛管嵌入式系統 因為寫C語言就是要做嵌入式系統 不然要幹嘛 其他的事情 交給JavaScript 交給其他語言就好 C語言就是要做嵌入式系統 要寫作業系統 要寫系統程式用 C語言就是要寫那種速度需要很快很快很快 非常快的那種程式用 否則寫C語言是沒有道理 因為它不好寫 它是一個很難掌握的工具 很難掌握的語言 好 那這個是各位最常應該可能很常用的就是 從一年級開始應該是用這個吧 FC++一年級是不是用這個 對嘛 它背後就是GCC和G++ 所以你可以去編啊 你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你看 這個畫面的下面就已經告訴你了 Executing GCC.ESE 有沒有 這證明它背後就是一個GCC的編譯器 它只是呼叫它而已 你可以一次編譯很多個程式你要建專案 但是在GCC裡面要做整個專案建置編譯的話 你應該用MAC這個工具 那MAC工具呢 OK 像你這樣子 你可以編譯兩個以上的層次 建一個專案 OK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裡面會有一個MACfile.win 如果在Windows底下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那其實它就是 就是專案建置編 那你要 通常 Devc++只會讓你寫寫小程式而已 在寫大程式的話 你不可能依靠Devc++ 通常你必須要自己手動來建MACfile 那而且現在有一些更更新的工具 像AutoMac CMac之類的東西 它們都可以用更好的語法來寫MACfile 讓它可以跨平台 好 那這是你可以指定MACfile 指定使用自己的MACfile OK 那你一樣可以在裡面做編譯執行的動作 好 好 那這是 就是 就是 Devc++ Devc++它的 工具 其實是 放在Beam資料夾裡面 就是Devc++裡面的Beam 所以你可以看到 Devcpp的Beam 裡面就有GCC 有G++這些工具 好 那 你如果 已經在家裡已經灌了 Devc++ 那你想說 我要直接自己來使用GCC來做編譯 不要再依靠Devc++ 我該怎麼做 你應該在你的系統變數的HAS 這一個變數上面 然後呢 加上 Devc++的Beam資料夾 讓他可以找到 GCC.ese這個執行檔 OK 這樣的話 不錯 或其他的機首 放在Beam資料夾 有可能 對 那 其他的 我知道現在新版的 像Win8以後的 是一個Audio Audio的那個 名字 名字稍微改了 加了一點點 那個Audio的人接手 那他就是 他就是 可能會擺在不同地方 但是你要去看喔 你要去看 他到底擺在什麼地方 這裡設的時候 就要設那個 有GCC.ese的那個路徑 就對了 不同版本 我基本上都還在用 比較舊的版本 而且現在已經 像這個Mac上面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 Mac上面你根本就沒有 Devc++ 對不對 那你在Mac上面 你要用什麼開發 你有幾種選擇 第一個 你在Mac上面安裝 GCC 第二個 你使用S-Code 那S-Code 是Apple的重量級開發軟體 就好像微軟的 Visual Studio一樣 那 當然他的功能很強大 可是他的負擔也很重 像Visual Studio 現在一灌下去 10G的硬碟就不見了 那他的負擔相對的就很重 好 那你可以從Windows裡面看PASS 你就知道你設定是不是成功 然後 如果你打GCC的時候 他是顯示 GCC No Input File 這代表你的GCC是存在的 如果你打GCC的時候 他是跟你講命令找不到 那代表你GCC的路徑沒有設好 OK 好 那如果在Windows底下 你不想要用DevC++ 但是你要開發C語言的程式 而且你希望他盡可能的跟Linux相容的話 那你可以使用Sigwin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灌虛擬機 然後在虛擬機上面直接灌一個Linux 在Windows裡面再去開發Linux程式 OK 這當然是可以的 那 那 Sigwin 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 他有遵循Post-Ease標準 也就是 大部分的Units-like 的系統 都會遵循的一個 API標準 OK 那所以 他移植性會比較高 那另外Windows裡面有一個叫做 命GW 命GW的話 他就跟其他的平台就比較不相容 但是 他跟Windows的協調性會比較好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想要給各位看的 就是 你怎麼樣子使用這些工具 但是 我們這樣子都只是講 只是講 那所以我們要實做一下 那為了避免花太多時間 我其實已經把它實做完了 我給各位看一下 假如我們今天寫一個 這個程式 好 我們今天寫一個Hello的程式 那這個Hello的程式呢 長這個樣子 OK 那我呢 我用 我用這個指令 就可以把它編譯成 執行檔 然後 我要寫打點斜線Hello 這樣就可以去執行那個執行檔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打點斜線 在Windows裡面不用 對 點斜線就是目前的路徑 在Windows裡面 你不需要打JR 但是在Linus裡面 你需要打JR 在Mac裡面也是需要 那 OK Hello 為什麼它會硬成JR 因為我沒換好 所以 你可以再改一下 就是說 我沒換好嗎 我這個Hello 沒有打斜線N 所以 它就沒有換好 OK 那如果這樣 我們再編譯一次 OK 那就Hello 那你會看到 它裡面其實會產生了一些檔案 其中這個Hello 這個就是執行檔 OK 在Mac裡面 怎麼沒有顯示附檔名 還是它隱藏起來 不過在Linus裡面 應該會顯示 點O的附檔名 真的沒有附檔名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看到附檔 好 那這個裡面呢 除了Hello.C以外 我還放了一個上點C 這等一下會用到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樣子我是可以執行沒有做 可是 很多工具 我們 是可以拿來用的 舉個例子 我們可以透過 這樣的指令 跟剛剛有什麼不一樣 我只加上了-S參數 然後呢 我的輸出 從 本來直接 只打Hello 變成打Hello.S 對喔 我剛剛這個 沒有打Hello.O 所以它就 不過Linus裡面好像自動會補 它這裡不會 那這邊 Dash O Hello.S 這樣的話 它會幹嘛呢 它會把這個 C元 轉成 組合元 這一個是Hello.S 啊 路徑太長了 哇 路徑真的 喔對 Hello.S Hello.S 喔 你會看到 一大堆 這個是什麼東東 這是組合元 如果 你看得懂這個東西 那就代表你對組合元熟了 然後你 你對 對 系統架構可能也很熟 對硬體的架構也會熟悉 那 這個東西是 寫 DJ 遷入室 或者是驅動程式之類的人 的專業領域 你看得懂 這個東西 你去寫的時候 才 會連底下都知道 否則你就只能 扣扣人家的API而已 那 這個東西 是最後 變異器所產生出來的 碼 但是這個碼當然最後還經過主義器 再去轉成 機器碼 反正機器碼之後就是剛剛那個點歐 實行檔 好 那這個是 組合元 你可以看到它在做 Move Q 顯然做暫存器的移動 Sub Q 做 兩個東西的相減 然後 LEA 這個 LEA 這個是 X86的特殊指令 Move B Core Q SOR Move ADD PUB Return 就要返回上一層 那你會看到 一開始它做Push 這是在做 堆疊處理 好 那 有些同學如果速度 特別特別快 也就是Main to Texas的速度 特別特別快 那快到什麼程度 快到你今天已經在做 編譯器那一段 那你就要 可以觀察一下 它是怎麼產生 產生這種 有函數的組合語言 好 你觀察它怎麼產生有函數的組合語言 這樣子對你 對你 在做那個編譯器的時候會很有幫助 否則 你不了解編譯器 你會很難做出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十章十一章的集體 OK 好 那這個是 組合語言 不過這個X86的組合語言 我們這個學習不會破 我們只會用GCC來觀察 但是我們會碰的是 Hack CPU的組合語言 Nain to Texas的組合語言 好 接下來我們再寫一個 程式 叫上 然後這個上的 程式長這個樣子 也是一個函數 然後呢 裡面會做 E加到N的動作 那最後呢 一樣 它產生出來的組合語言 會變這個樣子 那這裡其實都會有一些堆疊符號在做出 變數是放在堆疊裡面 那 所以要看懂這個不好看 你甚至要去算 它到底是第幾個參數 你才知道為什麼減四 為什麼減八 為什麼減十二 那這些就是 底層 非常底層的 潛入式開發人員 組合語言開發人員 驅動程式開發人員 所需要會 我記得去年有一個同學被我當 那 為什麼被我當呢 因為 呃 他期 期末的時候我們交作業 然後我就發現 是哪一門課啊 程式設計吧 然後發現 他 基本上 不懂 然後硬講 可是 不只是這樣 問題 是 他是四年級 那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說 他其實一直想 想學怎麼寫驅動程式 但是呢 我們這邊都沒有教耶 然後 我後來給了他十本書 從Lanus核心到驅動程式什麼都有 明年你再回來 把這十本書看完 拿樹梅派來寫驅動程式 OK 你想做什麼你就去做 那 那 要到了四年級才夠的說 我想做什麼 來不及了 你四年級要畢業 如果你還想做的話 那我就把你當掉 留下來 繼續跟著我們做 OK 就 想做什麼就去做 那你 如果念錯系 就趕快轉學 轉系 OK 這 不能夠說 考了四年級說 我想學驅動程式 這不行了 因為 沒有學校會教驅動程式 很少 非常少 這種東西 你得自己學 好 OK 那今天我們的 第一部分就先講到這裡 那你要會使用這些 對 剛剛有一些工具還沒使用到 OBJDump 可能要 加點吧 啊 這沒有OBJDump 好吧 那 這裡 Mac 這一台我們沒有灌OBJDump 所以沒辦法使用 好 所以咧 如果你有灌OBJDump 你就可以觀察一下你的表頭 那他有什麼工具啊 看一下 這裡 如果他沒有OBJDump的話 Copy也不需要做了 AR這個不要 LD 其他好像 如果沒有OBJDump 其他好像不太需要看 M有沒有咧 有咧 NN可以印 還會印出 這些相關的符號表資訊 但是他沒有OBJDump 可能要另外灌 Strip啊 Stream啊 觀看字串表 我沒有辦法確定它是不是對 追蹤函數呼叫路徑 所以有些工具在Mac裡面的預設沒有關係 所以你現在應該可以去試試看怎麼樣使用GCC 接下來呢你接下來做完Hack CPU之後 你大部分的時間你必須要選擇一個程式語言來開發你的主義器 虛擬機編譯器和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不用選擇因為作業系統一定要用Hack這個語言來開發 那可是主義器虛擬機和編譯器你要用什麼語言開發 你可以自己決定 像我給的範例我是用JavaScript 然後另外一個Github上面那個版本它是用Python 那你可以選擇用你最熟的譬如說C語言C++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其他語言JavaScript或Go 之類的都可以 所以你如果已經做到第六章了你就得想想 你就得決定一下你要用什麼語言 如果你用C語言你就應該要會使用這些工具 那另外是後面的成績也就是前面那門課是計算機結構的 那後面的成績怎麼評判呢 後面的成績才是這學期的成績 計算機結構是下學期的成績 後面的成績評判方法一樣就是我看你們上課的狀況 問問你的狀況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你最後交出來的作業 我對你做口試的狀況 那從第六章開始我們的評判標準是這樣 第六章的主義器占60分 占這一部分的60分 不是總成績 就是這一部分的作業成績的60分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只要你寫完主義器你就及格了 剩下的都是bonus 都是紅利 你只要寫得出主義器你就及格 那剩下的就是虛擬機你寫不出來的話 那你還有60分 編譯器 虛擬機大概就20 編譯器 虛擬機20好像15 好 虛擬機15 編譯器15 作業系統10分 大概像這樣子的分配方式 好不好 OK 那 各位就可以開始試著 做完CPU就趕快去試著做主義器 你至少要做主義器 你這學期才會過 否則應該就很難過 OK 好 那可以開始做你們要做的事了 好 感谢观看